创作让艺术家能够呈现天马行空的想象 艺术家许之贵并用纸浆创造出独特的纹路与纸感 配上鲜艳活泼的色彩展现品味 同时又不失亲切洋溢着新年的喜气 讲到我会利用纸来当作材料创作 其实那个要推到1985年 那时候我去纽约 我们那时候的资讯很少 所以我刚到纽约 整个环境给我很大的震撼 过去我就是画油画 画水彩 一种比较传统的材料 可是在纽约我们看到 好多艺术家都有他个人的一个材料 个人的一个独特风格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 我要用什么来做 因为那1985那个纽约就已经有所谓的垃圾分类 所以他们很多的纸张 那我先是用纸张 从刚开始撕碎 然后去粘贴做基礼 是慢慢的才把纸变成纸浆 然后再做 艺术家许志贵的立体绘画却是在立体基底上用油画颜料填射 这样的创新法还曾经让他被指导教授要求将主修从绘画改成雕塑 这世界本来就是立体的 色彩是让他从自身的省思与欲望出发的 十方新闻 王天伦 陈毅上 高雄 陈毫岛